確實報上去的時候在審核當中 還有一些缺落 所以說他們就把這些計劃就打回來 變成一類 那這些一類其實回來以後 各個的局勢 那麼還要再重新檢討 那是在補證 補證了以後再報上去 因為這個人 黃金基金這個人 他們是有定期這樣子在開會來審查的 那審查 經過專制 各個機構審查完了以後 他會送給 送給國外會 國外會來開一個審查會通過 通過以後才確定下來的 所以說其實 我在公共報告裡面的一談 我個人是這樣以為 其實他們中央政府前面 也有在考量 我們兩個縣市 花動積積的補助的經費 是不是能夠取得一點平衡 他們現在也有這種觀念 所以在第一期的時候 確實我們少了6.5億 但是第二期的時候 他們又多了我們 我們又多了他3.7億 所以現在的落差是2.8億 好是2.8億 那 剛才所講的說這些因為我跟 原延長沒有啦 沒有陳議員所講的說 現場如何如何如何 其實這個都基於基於 今天在某一個工作崗位上 你都要盡力你的本分 都要盡力你的職責 都要盡力你的職責 所以說呢 我想 在華人基金這一部分的爭取 我想各個局勢所長他都要進到這面本身的 所以說呢 當 計劃報上去以後 各個局勢所長都跑到中央區 那麼去溝通的 去爭取的 那麼當然了 現場本身他也要附帶這個責任 所以說呢 啊 三個月啊 現場都親自帶了各個局勢所長都到台北區 啊 去爭取啊 去爭取 所以這一點呢 我跟劉維遠講 沒有啊 我們各個的局勢所長都會相當相當敬業的 敬敬業的來 啊 來打造我們將來又發展一個好的願景 這一點 那麼至於 劉維遠昨天所 剛剛提到說我昨天這個事情 其實這個 昨天我們是 跟我們的委託律師 研究結果 他說他是侮辱我們的公署 是侮辱公署 所以我們不是說啊 什麼委託現場個人 不是不是 我們是侮辱公署啊 他裡面寫了說 我們政府都有11名 受到A團 哪來就是 身為十幾名的官員受到A團 這給了我們 印象是什麼印象 難道你憲政是一個集體嗎 是如何嗎 所以我們認為這一點 他是有侮辱到我們憲政 整個實證團隊裡面的形象 所以說我們是以侮辱公署 毀邦侮辱公署 那麼來提告的 所以說沒有錯 昨天我是接同我們社會特律師 到廠區遞這個狀 這個沒有錯 這個是 我這邊跟我們就有人做這麼一個報告 其實啊 我們每一個區域說 通通一樣的在輔助我們現場 他的任務 我們都要打造一個美好的未來 美好的未來 這是我跟劉曉雄議員做一個說聯的 第二點 宜曉雄議員提到的就是說 小把關的報告事 我想我們甚至已經 這個已經救證組了 這個救證組了 黃色就這樣子 其實 每個局勢我想都很小 每個局勢都很小 那麼剛剛宜雄議員所提到這個 我回去 我會研究 就這樣能夠來看看那個我們小把關的 報告事能不能把它加大 我再回去再研究看 我跟蘇科再來研究好不好 我這裡我去跟 樂樂樂議員做這樣一個報告 那自己剛剛提到說那個A3 兩億多那個A3 這個案子在4月8號 4月8號國外會 在審查時候審查的 這個案子是這樣子 這個案子提到中央市交易部 但是交易部在審查的時候 他沒有相關的計畫經驗可以補助 所以他叫我們自己處理 那天在開任的時候 縣長親自出席 所以縣長就跟他講說提案 這樣子好了 假如你 交易部沒有這15%的經驗 那乾脆就通通由那個 那個花動基金這邊來補助90% 我負責10% 縣長當場也有提出這個議案 結果主席 才是說他們會研究 所以這個案子是 文化藝術館的建建 兩億多萬 兩億多 這案子是在審查的時候 因為交易部沒有相當的計畫機會可以補助 所以他們把他打是A3 其實本來 文化局長他想要把他撤案 在縣長說不行 他縣長就說 那這樣好不然 90%多會由你花動基金來補助好了 結果那個國外會的主任 國外會主委 主委說我們回去研究 所以這點我就跟議員做這樣一個報告 這案子是這樣子 因為 教育部沒有相當的經費 其實 我個人這樣以為 其實中央部會在審查相關的計畫說 他們有考量到他們補助經費 因為他們補助經費 給你 那邊就脫掉 所以說他還是那塊餅在那邊 在那邊平均在分貝 所以說他們也有他們的考量 這是我個人是以為這樣子 那我們不是李遠 我記得上次 你已經提到這個 沒有錯我們是用書論這樣的報告 那假如說有那個表格的話 我回去以後我這個表格再送給你好不好 那麼公文流程這一邊我會注意 公文流程這一邊我會注意 我會請文藥科這邊來注意 來注意相關的公文的管制 其實我們現在目前在公文上的辦理 剛剛在公文計畫工作報告裡面我提過 我們現在目前的 整個的公文的承辦的 的速度是 2.65天 應該這個速度應該還可以 不過難免有些輸入 難免有些輸入 那麼輸入我會請文藥科這邊來特別注意一下 好不好 那個還有這個許醫院提到的這個商家威運這一本 這本我跟許醫院請報 那個許醫院請報告 因為 我們南北那麼長 其實 商家 怎麼來確定他的商家 其實確定商家就是說 死亡以後他要到負政事務所去辦理死亡登記 所以說 負政事務所這邊是最了解的而且是最真實的 那假如說給南區或是中區 那麼來處理這一塊的話 因為南區中區在南區中區的辦公室 那麼這幾個人 那這幾個人還有包括幾個鄉鎮 怕說會 罰萬六一 那假如由負政事務所來講的話他是比較精準 負政事務來處理沒有錯 負政事務所他們現在的人 其實他們現在很忙沒有錯 其實這個案子我曾經跟邱永堅 邱處長也有研究過 也有研究過 那麼 我想是這樣子的 現在目前我跟邱永堅 邱處長研究過 我們還是認為說有負政事務所這邊 但是沒有錯不是輸入所或許有人會 會說我們的工作這麼忙 但是在工作上來講的話 我想這樣好不好 我現在 我現在跟邱永堅有在演講看看好不好 因為是確實有這麼一個玩意 因為他們是比較精準 假如 假如落掉的話就很 對商家就很不好意思 他那邊有 我這邊沒有餵那怎麼辦呢 是這樣子 好不好 這個以上好 剛剛好 剛剛 各位議員 那麼所提出來 不知道沒有漏掉沒有 雲夏夫議員 我的用心是這樣 沒有錯 各勤罪的班公 尤其是處長的也好 各科的也好 圍堵這個消防官這個比較特殊 有時候一大堆人到 地方去都站在外面 沒有辦法去受理案件 所以 來明一下 是 我絕對不是幫他講話 是因為老百姓去洽光的時候 好想由於不躲 不躲 所以本席在這邊建議 你是不是可以 哪一個 比較適當一點的那個 好 辦公廳 好讓我們消防官好好在那邊處理我們的案件 以上 好 陳媛議員 謝謝我們主席 張副議長 我們的秘書長 還有我們的 主任 我們的兩處處長 以及同隊 我們的議員 還有我們的媒體 記者 大家平安 我個人 剛剛 聽到大家在建議這個 有關於這個花東基金有沒有 我想 在花東基金我曾經提過 在我們富元西這一條有沒有 富元國中後面這一條 大 南大牌 應該要納入這個 花東基金 我剛剛看到我們這個 這個 吉安西這一塊 兩側做得非常好 我想我們這一條 南大牌 我們的生態是非常的好 我們是想做一個景觀的一個大牌水溝 應該如果做得很好的話 未來就是我們 富元山村的一個大地標 那 做得 景觀漂亮的話 當然我們的觀光客就會增加 是不是會帶給我們 地方一些 觀光客啊 財源就會進來啊 所以我想這個花東基金應該會幫助我們當地的 生意人 也希望說我們縣政府 我們的 處長都能幫忙我們 這個 把我們這個富元南大牌啊 納入這個花東基金 我想這個 應該也不用 不用到五千萬 五千萬吧 兩千多萬三千之間應該是差不多是這樣而已啦 未來 收入 觀光客增加的話 也許這個收入會 十倍說不定啊 我想 希望我們縣政府啊都幫助我們 富元山村啦 我們瑞穗鄉 這個是 最重要的一個新地標啦 可以嗎 我想這樣講啊這個將來這個假如要當花東基金還是要由建設處這邊來提出 你的建議我會帶回去給建設處處長 請建設處處長再去面見你好不好 我曾經提過啦 我回去再跟他練練一下好不好 那你們這個這個原型處應該 對對對 我回去 我回去會轉交給那個我們建設處處長 好 謝謝 劉曉美一言 謝謝主席 我想剛剛誠如我們處長講的 這個中央核定我們花東基金他們將要配合15%的所謂的執行預算 而我們自行也要籌財款10% 這個是花東兩線 都一樣 那 如同處長講的 在行政院國發基金所有的委員各部會所評定這個計劃 考量的 是計劃的成熟性 是計劃的未來性和前瞻性 這個大家都沒有爭議 包含你我都沒有爭議 可是我覺得 聽完你的報告我覺得難過的是什麼 其實在現場 包含所有的人告訴我的情況因為我沒有在場 我們提出來的計劃跟台東報告的 很明顯的就有懸殊上的落差 我們經費爭取 人家核定給台東沒有給花蓮 是實至名歸 最後 國發基金和花東基金國發會還得替我們考量 考量什麼 平衡的考量 什麼叫平衡的考量我覺得這是一個悲哀啦 這也就是為什麼本席在這裡強烈要求 我們處長 來激勵我們的員工 因為我相信縣府的主管 和所有的同仁都是非常的優秀 而且 都曾經有過理想的抱負 要來替 花蓮縣做一點事情留下歷史的作為 這個是每一個公僕 在最初的初衷 都曾經在心裡立下的 志願 可是我覺得悲哀的是什麼 我們今天的計劃是不夠強 不夠有前瞻性 不夠有專業 所以讓 國發要來考慮平衡 而不是考量我們夠專業 我們夠 成熟 我們的案子 夠欲前瞻性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處長 你有 督導 資者 所以我希望 下一次 下一個年度 在爭取這個花東基金的時候 傳出來花蓮的評價 是計劃 遠遠優於台東 是夠成熟 而不是 讓委員陷入兩難的要來考量平衡 這是笑死人啦 不要再學徐正位委員啦 提出一個 1000億的預算 不是不能做 他可以做 他不夠成熟 沒有經過評估 現在國民黨還執政 國民黨的行政院長 針對徐正位國民黨的委員 提出這個1000億 搖頭 還明確的說出 建議不執行 不要學這個 要把 專業 成熟 未來前瞻 都考量進去 不是亂提一通啦 這就是你的督導之責 你懂我意思嗎 我從頭到尾在講的就是你有督導之責 接下來我要問你 處長 到底 因為理想大帝 和容量案 我們花蓮縣政府 有所屬的 不管是秘書或者是 官員有沒有人被約談過 這個你問我我不知道欸 好 那你不知道為什麼你說用五路公署 對啊 我最主要是沒有約談啊 你說多少人我不知道啊 但是沒有被約談啊 沒有被約談 對啊 你確定沒有被約談過 哪哪有十幾個 你確定沒有被約談 蛤 哪哪有十幾個啊 問你有沒有人被約談嘛 我確實不曉得去查這個事情 但是但是沒有十幾個 我知道是沒有十幾個 那你都已經不知道有沒有被約談 你確定沒有十幾個啊 因為我們跟律師研究這種 沒有十幾個啊 律師研究 律師會知道 律師是受委託的欸 律師會知道 憲法有沒有人在約談 當然我們是跟律師有研討過啊 林議員 你到時候咨詢的時候再好好研究 我告訴你你的回答有問題啊 沒有 我告訴你 研究的問題 你都不知道有沒有人約談 律師是你委任的 你跟律師研究出來 會有十幾個 因為他沒事啊 反應員當什麼 你是要對我自己猜用嗎 他沒事往下調查 我不敢 不敢是這個 對啊 那你為什麼是要調查 你不介意 然後你說你的律師在你委任 知道知道我十幾個 沒有十幾個啊 你現在是問我 你在考量 其實 你在考量我的志意嗎 其實我 把大使調出來 因為我不會跟你講這個啊 把大使調出來 處長請回 是 我告訴你 這個是這個報告 我告訴你 我會把它放上網路 要社會公平 明明 你明明說 你不知道 你受委任的律師 竟然可以知道 所以沒有十幾個 這是什麼邏輯 這是什麼邏輯 把議員當什麼 就算一個平衡老百姓 對你詢問這樣的問題 你也不應該這樣回答 你是在愚弄人家 玩文字遊戲嗎 看什麼玩笑 會議會的回答 都會成為白紙黑字的議事物 好林議員 好好檢討啦 他沒有議員要發言 魏嘉賢議員 謝謝處長 也謝謝我們大會的主席 兩位處長辛苦了 那我的問會比較問專業一點跟前瞻性還有建設性 第一個 我要要求行政研考處未來能夠加強我們LINE跟FB的一個宣導 在於政策的方面讓民眾第一手能夠獲得第一手的資訊 再來一個就是 很多的縣市已經開始在推動智慧城市 那我們所謂的智慧城市 我們有沒有利用花東基金來推動來推廣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希望處長能夠 請各個我們大概局處首長 一起來及時廣喻 怎麼樣把最多的資源 能夠有效的來利用 還有我們前一陣子發生的 在我們府內 有一位我們農業處的林友智林課長 他不幸在上班時間突然昏倒然後離開了 那是不是在未來我們各局處 是不是能夠增設AED 按照我們花林縣政府的地理位置來增設 那 我想在AED的增設部分拜託行政研考處看怎麼樣來規劃 還有未來也要請人事處來加強訓練我們 所有縣府的員工能夠來執行CPR這個部分 那我另外有想到一個部分 我們花林縣政府附近 大概離我們最近的大概就是門洛醫院 但是我們以一個學校一個機關來評量 就像立法院 他本身有 立法院本身有護士護理人員在做一個醫護士 那我們花林縣政府是不是考量到說有這麼多的機關的人在上班 還有民眾來陳情 萬一發生什麼狀況的時候是不是應該要成立一個醫護士 這個部分我想請處長也是一併來做一個規劃 那未來我們期許花東基金的利用 是利用在城市的一個比方講花林有很多需要來改變的地方 像交通運輸的部分 還有我們停車位置的部分 再來就是垃圾場的部分 那這是我們急迫性要面臨的問題 我要拜託處長能夠請各局處趕快利用這幾年我們有限的錢 還有加上花東基金 一起來爭取能夠有自償性的投資 以上謝謝 余淑貞議員 謝謝我們主席 以及在場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要針對行政研考提出幾個意見交換 依照我們花林縣政府原而精簡的政策 在各個機關還有我們的學校裡面 凡是司機跟工友 現在呢就是欲缺不補的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那在學校的部分就會造成了一些 重要的這樣的一個工作的執行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校園的草坪水溝 還有一些呢 小樣的維修工作 大部分都是靠我們的工友來執行 當我們這個原額不補的時候 我們只是補助每個月幾千塊的一個 外包的費用 所以會造成學校在執行的時候的人力不足之外 我相信喔這個草坪像 春天來了 大概兩三個禮拜 甚至一個月草就漲長了 所以他們的這個外包的費用跟清潔 跟我們的這樣的一個維護的資源是不足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在我們整個行政研考處裡面的公文抽查的項目 我想喔 我們現在有動電子公文非常的方便 但是也有紙本的公文 那我們呢 用抽查的方式 當然本席遇到的時候 會直接跟局處是來反應 但是呢 我也必須要讓行政研考處非常清楚 如果我們只是用 電子公文 就用電子公文 不可以 資本公文都是收到的是當天的 或者是過期的 當我們去反應的時候 局處是對 卻跟我們講 電子公文裡面就可以看得到 或者是局處公報 局處的一個資訊就看得到 那又何須去發紙本公文呢 所以這個部分呢 是我們局處是的 這樣的一個處理的 狀況 再來喔 剛剛我們 魏議員也談到了 賴的功能 我看到我們縣政府慢慢在落實 因為現在是資訊的時代 但是呢 也確實是有健全 跟改善的空間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很多的年輕人 即使他們的資訊 很多的上班 跟我們的這些 逐不出戶的好朋友們 他們都是利用資訊來瞭解的 所以喔 提供我們行政研考處 在我們的資訊 那已經 這個整個資訊的一個傳遞 跟 我們的 發佈的一個 這樣的訊息裡面 我們可以更健全 接下來呢 我要跟我們客家事務處來分享喔 現場是 他對我們客家的文化傳統 花蓮 特加植物的代表在哪裡 比如說我們有油桐花的 大稻嗎 我們有一個 客家植物的 這樣的一個分享嗎 我們 好像沒有看到具體的 在花蓮線呈現 整個 整個 文化 整個我們的這個客家 藝文的傳承 我覺得 就是要讓我們的鄉村 去接觸 要讓我們的孩子 去探索跟摸 摸索跟 這樣的一個參與 所以我們看不到一個 比較具有特色可以呈現 呈現客家的這樣的一個部分 客家的觀光產值可以帶來我們花蓮線 很多的觀光人潮 很多的 社會的形象 跟我們國際 甚至於 全國的這樣的一個 重要的觀光影響 那我們客家在花蓮的特色 也就是我們的客家庄請問在哪裡 包含了我們客家的 十一住行 又在哪裡 其實 組長 我們都有在做 但是我們的行銷不足 包含了我們 自己 是客家人 自己是花蓮人 我都還要 去問 去聽 去看 去諮詢 更何況外地人 怎麼樣來了解花蓮 我很想說的 我們花蓮是 百年老樹的一個 鄉圈 我們吉安 浩克藝術文化村 我們 壽豐的客家巷 我們鳳林的客家 這個出體驗等等 一直到我們的 富里客家產業交流 涵蓋了我們 涵蓋了我們玉里客家的我們的音樂的響應等等 這些東西我們是不是有 非常 慎重 推廣給大家 我相信我在這裡講 或許還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們客家文化做了這麼多 客家事務處 為我們做了這些在十三鄉鎮裡面 推廣的客家文化藝術存成 所以我們的客家裝 一定要特色出現 客家的十一住行 必須要 我要 再來 我們看到很多客家文化騎勞 我們的騎勞們 他們把過去 在 農間 在自己 收藏的客家用品 提供給我們客家事務處 作為一個展覽 這樣的一個 分享 可是我要試問我們客家事務處 有沒有把他們好好保管起來 還是把他們放在 儲藏室 地下室 雲南我們的騎勞們他們非常大方 告訴我說 這是他的 那個 祖傳三代 把它提供給我們客家事務處的 但是 我們看到他卻是在我們的 一個倉庫裡面 一個角落裡面 讓我們的客家鄉親來告訴我們 這是我家 珍藏三代的客家文化 怎麼會這樣 所以在這個部分客家事務處 請你們 珍惜我們客家的文物 讓我們客家文物的分享 能夠更落實 更道地 在我們的客家 會館 甚至於我們的文化館 都能夠找到 適性適用的地點 來 作為分享 再來 我們 客語的 這樣的一個學習 既然我們要推廣 我們的客家 文化 語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們客家 生活的傳承 我們走進校園了嗎 我們走去 進社區了嗎 我們走進了我們的身邊了嗎 好像似乎沒有看到 畢竟我們要依賴我們花蓮縣 這個九大分會是有限的 為什麼 因為九大分會 在我們的社區 在我們的鄉鎮市裡面 領有的人力 非常刻苦的執行 我們客家事務處就必須要規劃出 一個長遠的 九大分會的一個特色 讓我們九大分會 有不同的特色在營造我們的客家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我們還有客家立案的社團 雖然常常被你們客家事務處來 遺忘 但是 他們也是扮演的非常重要的 在我們的社團裡面 做推動 做執行 所以 我很想 利用這個時間 問客家事務處 我們花蓮縣 到底有幾個 道道地地的客家社團 請書面告訴我 因為我每次 看到的 我們都常常 客家事務處 都把這些社團遺忘了 我們希望 不只 只有九大分會 可以把我們的客家來延伸 我們希望更多的客家社團 能夠 來一起協助我們全線的客家 來做這樣的推展 再來講到我們客家 新傳師 客羽師資 的一個 培育跟養成 到底我們這段時間 去年度我們看到了我們 172頁第8項的第1點 到底我們一年訓練了多少的客羽新傳師 我們的新傳師在哪裡 我看不到名單 我們竟然培育了新傳師 我們就要讓我們13鄉鎮裡面的客家人 都知道我們的新傳師在哪裡 我今天爭取的金費 我今天自掏腰包 我今天辦活動 我可以很方便的 找到各個 不同領域的新傳師 有商哥老師 有胡琴老師 有這個玄琴老師 等等 不要讓我們 一頭霧水 找不到 再來 我們也知道 玉琴有八管的人才培訓 所以 我覺得有了老師 才有學生 有了學生 才有傳承 不要讓我們客家 所有的 藝文 成為絕響 我們竟然成立了客家事務處 我們就必須要把他 客家的文化繼續的延伸出來 再來 再來 我們13鄉鎮所有的 客家文化的延習班 對 不知道我們客家事務處 是不是 關心了 是不是 前往去 關懷了 如果你們沒有去關心 如果 你們沒有去關懷 請不要客家 請客家事務處 不要把他們 灌上了 我們延習 人數重疊 名單一樣 名單 只是一個 表面的 動作 其實我們在 你們的規範之下 所有的社團 跟我們的九大分會 也都 執行非常 落實的 一個人員的篩選 當我們在執行的時候 不要懷疑別人 我們要用協助的角色 我們要用協辦的立場 而不是懷疑的 這樣的一個部分 來質疑 我們 有什麼樣的問題 直接來做 表達 不要把幫忙我們的社團 跟九大分會 來作為一個 質疑的對象 再來 值得鼓勵的 也值得 贊贊的 是我們 巴拉斯的 鼓王爭霸 這樣的一個 歷 歷屆 歷屆幾年來 我們看到 真的執行 上面有很大的回響 尤其看到我們 學校組的 參賽的團體 真的 感動落淚 為什麼 真的使出了各校的 渾先生 結束 而且呢 每一個 創意 十足 讓我們 在這樣的一個 比賽的 一個現場裡面 看到了我們 非常精湛的表演 這樣的一個 參賽的內容 真的可以 符合國際級 但是 非常 可惜的 我們並沒有 把它製作成 非常精彩的 影片 PDD 或者是可以呈現的 這樣的一個 分享 讓我們 沒有到場 沒有到 富遠 巴拉斯的 這樣的鄉親 來做分享 所以 在這邊 也敬請我們 客家事務處 能夠把我們 這麼好的活動 尤其 晚會的活動 十股的表演 都是相當精彩的 我們也希望 我們能夠展現 我們的好 客家文化館的周期 我知道 在過去裡面 都會請我們 客家的 藝文 客家的 我們的 這樣的 老師 跟我們客家 專精的 作品 分享 在我們的客家 文化館裡面 但是我不知道 最近 是不是有 研辦 延續辦理 如果 有的話 就表示我們客家 事務處 已經沒有把資訊 帶給我們 議員 帶給我們鄉親 所以我們不知道 在過去 我跟你 就望議員喔 是 最熱衷參與 也最支持 我們 整個 議員的 推展 雖然 每一次的人 人數 都不是很多 在100位以下 但是我們 願意 為你們 做的 這樣的一個 創意 為我們客家的 藝文的 老師們 做最大的 精神鼓�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到場去 來支持 這樣的小型 藝文的活動 但是 我們最近 已經沒有 再接受到這樣的通知 是不是客家事務處 已經停辦了 我們 我們文化會館 周期性的 展覽 空間的一個 展覽 所以在這邊 跟客家事務處 分享了那麼多 我也希望 能夠展現 我們 現場客家 風化風範 由我們客家事務處 來做一個 非常 周密的執行 在這邊 是本席跟客家事務處 還有行研處的分享 謝謝 有沒有議員要補充意見 李秋旺議員 這個 謝謝 大陸會主席 張副議長 我想最近 這個很多民眾 紛紛 來投訴 因為知道 議會要開議 而且是定期會 長達一個月的時間 最近縣政府 很多局處 他們花 文給 許多的商家 民眾 等等 依據 省記事的 來喊 跟 民眾 違反了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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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的規定 然後 依據 憲政府的 什麼什麼什麼 規定 要處理 財法 財法 動作 6萬 9萬 起跳 我所 我所 了解的 包括建設處 包括觀光處 包括地震處 包括社會處 包括環保局 等等 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啊 什麼時候 審計事 依據的都是審計事的來喊 然後 結論 就是財法 特別強調 動作 6萬9萬起跳 在目前啊 這個兩岸啊 相對 情勢 緊張的時候 在 現在 路客 不來 經濟不正 大家生意不好 心情不佳 正在焦慮遭遇的時候 然後收到這樣的 采訪 在這裡啊 非常 稱讚 也非常認同 我們 行政研考處 您處長的能力 希望啊 類似這樣的公文啊 是不是 好好地了解一下 建政府 不是 審計事的 鷹犬 爪牙 我也不相信 審計事 來喊 是要 建政府 依據他們的來喊 來采訪 民眾 來采訪廠商 我們不是要輔導工商業嗎 是要輔導他們 政議會好 最近多久一點 不是輔導他們 也論是 采訪 來增加 省庫收入 如果是這樣的 現在 現在我是依據這樣的邏輯的話 我想未來 我們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對於各 局處 增加 罰款收入的部分 我們就來減少 他的預算 對民眾啊 會相對 比較公平 在這裡啊 特別拜託 我們林處長 能夠針對啊 這個不是個案喔 某一個案子甚至有一兩百件喔 想好好的去了解 如果審計事 是要求縣政府的各局處 要對民眾 廠商做財法的話 好 那請把 這樣的 一個公文 請給 恩習 恩習會向審計事提出最嚴重的抗議 甚至帶團到 帶隊到審計事去抗議都沒有關係 但是 不要啊 拿著雞毛當令箭啦 真的是拿著雞毛當令箭 我特別強調如果這樣的採法 在未來的決算 出現啦 大幅 這個罰款收入的時候 未來我們在預算的時候 一定啦 會拜託我們議會的同仁 增加財法的部分 相對 可以預算的 一個三千 謝謝 請客家事務處林處長上台針對 議員的問題回答 民主的問題 好 我們已經在努力 尤其我們南浦公園 我們已經在去年種了蠻多的油桐樹 在鳳林也有 鳳林我也看到了 在這個河川級協助下 也種了一片的油桐樹 對於花蓮 吉安 吉安相公所也種的部分 那現在我們也規劃了這個北廊道 就包括新城一直到壽峰 這個部分 我們在這個廊道 如果設計出來的時候 我們也希望它能夠呈現出 這個油桐樹 讓我們的整個的一個廊道 呈現一個客家的意象 那對於觀光產值 我們客家庄的十一住行 目前我們有這個產業升級計畫 我們會館 還有吉安相 還有副理相 都有這個產業的升級計畫 在執行 希望能夠把這個客家的這個 每室內 其產業能夠呈現出來 那在103年呢 或者經濟部呢 他補助的一千萬萬呢 那在對於客家產業 六級產業呢 這個花計畫呢 我們已經做到了其中 其中 我相信呢 一定能夠把客家的這個文化 以及十一住行呢 都能夠呈現出來 那未來的導覽呢 都有它的導覽手冊 也呈現出來 那對於客家文物的保存呢 我們在有一個定展區呢 在二樓那裡已經有定展區 那對於我們儲藏室裡面呢 我們是用空調 裡面有空調在保存這個 所有監證的這個文物 我們絕對沒有隨便把它擺在倉庫 走進校園呢 我們一直希望呢 這個新船師呢 在培養他的這個 客家這個新船計畫裡面呢 都是他在 百分之五十內 要十九歲以下的 這個學院的這個 開班做課呢 那我們去年呢 就有 二十八班 二十八班分佈在前線 尤其課後的課以輔導 那對於九大分會 以及客家文化特載協會呢 我們在每年呢 對於你們所申請的這個補助經費呢 我們沒有說對於哪個分會 特別好哪個分會 不給補助 那對於這個補助呢 我們當然是看於整個的計畫 以及人數呢 我們報成一成呢 來核准這個補助經費 不是我 處長就有這個潛力啊 處長的潛力只有八千塊 那我們科以新船師的培訓呢 我們去年在趙峰呢 辦了很多場 請到了我們那個客家電視台的兩位老師呢 來對於新船師的培訓 繼續給他們加強 那今年呢 我們也有爭取到呢 105年的新船師培訓計畫呢 我們也會在未來呢 這個時間上許可的時候呢 我們是看六七月呢 來辦這個新船師的培訓計畫 那我們新船師呢 目前花蓮縣呢 有45位 45位 那一里的搬運團呢 我們 有補助他經費 希望他能夠 繼續的成長 包括鳳嶺也有搬運團 瑞瑞也有搬運團 那我們 希望他能夠 進階訓練 不要一直是五六個人在那裡玩 希望能夠進階訓練 能夠訓練一些更年輕的 來參與 那客家各演習班呢 我們所有的主辦 主辦科呢 都會派員呢 去督導 第一次呢 我們會通知 第二次我們就不通知 我們去了解 看是不是有照表在 這個 執行這個演習班 這個演習 那對於古航軍大戰呢 這個未來呢 這個影片 以及CD的分享呢 未來我們會請主辦客 在整個辦理的時候呢 能夠 把這個CD呢 能夠複製出來呢 給各分會 或者是各社團呢 來分享 那對於105年呢 這個特展 剛才我已經在工作報告有報告 因為今年是選幾年過後呢 客委會的補助款呢 一直到4月11號才核准呢 現在正在辦理這個 納入預算中呢 所以我們的特展以及演員活動呢 一直到目前 沒有辦法辦 但是 客委會補助經費呢 剛剛到位 好 請 議員亮 好 以上 議員 蘇中亮議員 大會主席 大會主席 專會議長 還有裕所長 兩處的處長 跟他的團隊 還有以及我們議員同仁 大家平安 平安 請處長回座可以嗎 我又去叫那個 啊 要這樣是嗎 好 沒有關係他先問好了 好 尤淑貞議員 我要問那個 那個行政研考處 尤淑貞議員等一下好了 尤淑貞議員 謝謝主席 這對剛剛 處長您這個分享的部分 你提到我們的新船師有45 那剛剛本席有談到 我們 那個新船師的專長 他的專長 還有他的名單 還有我們 在授課的時候 怎麼跟這些新船師聯繫 這個是剛剛本席提到的 可以提供給我們 對客家文化藝術 人文傳承 有要辦理的這些社團 跟公務門 或者是有新的這樣的一個開課 能夠提供給他們 很清楚的知道 第二個 走入校園的這個部分 我們知道 我們吉安到鄉英國小 是本來就道道地地的一個客家的 國小的這個部分 我們一直在提橫向聯繫 教育跟客家 是必須要攜手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 既然已經過去有很好的 一個嚴格的狀況之下 我們不要因為換了校長 或者是呢 因為某個狀況 讓這個學校的這樣的一個推展 教育的推展 再繼續的這樣的停格 是非常可惜的 最後一定要跟處長分享 還有我們客家事務處 一定要知道 剛剛我提的班隊的關心 不是叫你們去抽查 我們不是抽查 我們不是抽查 對你剛剛講的這個 不是抽查 你剛剛講的狀況就是去抽查 為什麼這樣子講呢 我們知道喔 我們有很多三哥團 在鳳林的老人會 在我們吉安鄉的老人會 還會到關山德高裡的老人會 去做戶訪參訪 他們在做自行的客家的 這樣的三哥團的聯誼 有時候在鳳林 有時候在吉安 有時候在關山德高 有時候呢就到獄裡去 我是覺得他們的這樣的參訪 我們客家事務處 關心了嗎 他們都是自費的 然後呢 中午就自己的客家的父女 姐妹自己煮了幾樣客家小吃 然後就大家聚在一起 那我們的研習班隊 有什麼樣的問題 是請我們客家事務處 去了解關懷關心 而不是去抽查 這個人數 這個時間有沒有一樣 然後呢這個終點數有沒有 跑得正常 這樣子說出去 好像我們議員都在質詢 我們這個班隊的呈現呢 是過當的 這樣是不對的嘛 所以在這邊喔 再一次提醒我們客家事務處 跟所有承辦人員 我們是站在關心關懷 如果這個班隊 老師 可以有更好的 我們可以推薦 如果這個班隊 人數增加了 我們可以分班 還是說 我們可以有什麼樣更新的 一個新傳師 更好的 客家推展的 演習內容 再提供給我們 各個鄉鎮市 來作為 學習的方針 這樣子才對的 謝謝 鄭捷榮議員 好 謝謝我們大會主席 我們政務委長齁 那個林處長齁 那個記得去年 在總執行的時候 本席有跟我們客家事務處 有在聯繫就是說 我們吉安鄉是一個客家大政齁齁 那這幾年來我們吉安鄉公所也爭取了很多 客委會的一些經費的益助 那唯獨就是我們吉安的客家的一個信仰中心 武武功的部分齁 這幾年來未曾看到我們地方鄉鎮公所所提的計畫 還有包含我們客委會所補助一個經費齁 所以當下有請我們處長齁 是說我們在鄉公所方面可以跟他協調 還是與我們客家事務處主動可以提我們的所謂的一個規劃一個計畫齁 跟我們客委會來爭取我們 我們五谷公的一個周遭的一個建設 一個客家一個信仰中心一個圖的一個設置齁 那很感謝我們林處長的用心齁跟你的團隊齁 那我手上有看到一份資料就是我們客會所 客家輸出所爭取一個計畫裡面所謂的五谷同期飲水食鹽齁 那本席是在這邊來肯定也感謝你齁 那等於說我們在爭取經費到客委會部分 那相對有一些挫折 那本席還是要感謝你啦 為我們吉安的一個客家信仰中心的一個付出與努力齁 那我也希望齁 那當然整個爭取經費有所挫折 那我還是我們兩個還是共同齊眠齁 只要地方有需要的話 我們還是共同來努力來爭取齁 以上是本期一年的肯定 謝謝 謝謝議員 謝謝主席 林處長 我想你接任這個客屬會的這個 客家事務處的這個處長呢 也有一段時間了齁 那你本身也是客家人 那我們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這個珍珠的一個串聯的一個美食也好 其他的一個我們在地的客家的一個 比較特殊的東西好像一直到現在 好像也沒呈現齁 那待會兒也麻煩你回答一下 那其實剛才有一點所提到的 這些老人家呢 其實有很多他們的活動呢 都會做一個聯誼 跟其他的鄉鎮或其他的縣市做聯誼 很多 那其實剛才有一點的意思是說 希望我們能夠去關心他們 如果說在經費上可以預註 當然是最好 那其實這些老人家呢 就是希望我們去關心他們 那其實他們這樣的一個 演習的一個動作裡面 讓他們能夠走出去 而且讓他們去到外縣市去表演 是一個光榮 而且有些呢 八九十歲的都還在參加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客宿 客家事務處這邊呢 應該能夠提供更好 更多的資訊給他們 然後呢 現在很多的國小 也都是會有這個客家的這個 語言的一個練習 然後國小的同學們 也都會去做一個表演 也到到外縣市去 那這些在在顯示呢 這些都是一個客家的一個傳承 所以我希望我們客屬會這邊呢 客家事務處這邊呢 應該要加強的 然後來宣導 以及能夠做以更多的一個資助給他們 謝謝 請林處長回答 回答 回答 對於有一點點的 新傳市的資料 因為各自的問題 我們會在研究 能不能提供給各分會 這個我們在研究 那對於稻鄉國小呢 科羽興傳市計畫呢 呃 其實我們 呃 稻鄉國小校長 有來拜訪過 我希望他能夠提出計畫 而且呢 跟 劉淑美老師所提供的呢 呃 他們的學員呢 盡量以不重複為主啦 但是後來他的計畫就沒有再提出來 齁 所以我們也沒有 呃 無從給補助 齁 那對於 呃 一些 老人會啊 齁或者是 呃 其他單位到各外鄉鎮交流 呃 這個問題呢 我們也 經常的在考量呢 呃 科委會 包括縣州府 對於這個 參費紀念品這些呢 全部都不予補助 齁 這個不是在我們補助項目內 所以我們 沒有辦法補助 齁 公司來研究 呃 如何來 提這個案子 呃 因為我們上次在提案的時候 提到科爾會呢 他對於信仰呢 希望我們以後不要再提 那我們這次呢 呃 會再研究 能不能再提上去呢 呃 讓科爾會 呃 獲得科爾會委員的青睞 來補助這筆款 齁 呃 其實議員提的呢 這個串聯計畫 我們目前呢 就是正在做跨區域的整合啊 呃 從新城一直到受封呢 為北廊道 北廊道 我們目前都在規劃中 目前在規劃 齁 行員也關心的 呃 這個交流的問題呢 呃 就是這個參費紀念品這些呢 呃 都不能補助 所以我們也 呃 無可奈何 這個實在有我們的難處 好 好 處長請回 請 行政研考處林處長 針對剛剛 還沒有回答議員的問題 做書面回答 書面回答 來 大會報告 下午議程分組審查或收集資料 明天上午9點 進行縣府社會處 正風處 工作報告及業務探討 請相關人員準時出席 上會 大會 請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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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過 請回答